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朝暮年 有个诸侯国叫孤竹国 孤竹国国君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叫伯夷 三儿子叫舒奇 这两个儿子从小就非常懂事 孤竹国国君也很喜欢他们 最喜欢的是小儿子舒奇 以前按照传统的礼仪 国君的位子要传给自己的长子 也就是大儿子 只有大儿子不在了 国君才能将王位传给其他的儿子 后来孤竹国的国君死了 他在死前留下遗嘱 要立自己的小儿子舒奇为国君 舒奇见父王传位给自己 心里很不安 他觉得如果自己遵守父王的一命 登上了王位 就违背了传统礼仪 是不道德的行为 因此舒奇不愿登上王位 反而恳求他的哥哥伯仪继承王位 伯仪也是一个知情手里的人 虽然他是长子 本来王位就应该由他继承 但是伯仪觉得 如果自己继承了王位 就会违背了父王的遗愿 这是大不孝的行为 因此伯仪也拒绝继承王位 伯仪为了让舒奇顺利继承王位 在一个夜晚 他趁着天黑偷偷地逃走了 舒奇见伯仪离开了 也追随他去了 兄弟两人一起隐居在山林里 俗话说 国不可一日无君 虽然伯仪和舒奇都不在了 孤祝国国君的二儿子 就继承了王位 后来伯仪和舒奇听说 西伯侯姬昌是个仁义的人 就天去投靠他 等伯仪和舒奇到了周地 遇到文王鸡昌的儿子鸡发 穿着重孝 正带领军队讨伐商众王 原来文王已经被商众王杀害了 博仪和舒奇 博仪和舒奇觉得 鸡发身为商朝的臣子 起兵讨伐商众王 是不道德的欣慰 于是就拉住鸡发的马头 极力劝说 鸡发自从父亲死后 就自称武王 追封父亲姬昌为文王 为报杀父之仇 武王每次征战 不会带着父亲的牌位 发誓一定要杀死商众王 他当然听不进伯仪和舒奇的话了 因此武王身边的士兵都围过来 要杀了伯仪和舒奇 幸好这时候 江子牙对大家说 这两个人是孤祖国国君的儿子 他们因为谦让王位 才隐居山林 虽然他们说的话有些迂腐 但念在他们是讲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 就放了他们吧 武王激发听了点点头 士兵采放伯仪和舒奇离开 商朝末年 商周王昏庸无道 残暴无情 不仅沉迷于女色 还用各种各样的酷刑 来残害正直的大臣和无辜的百姓 商周王的暴行使得百姓几乎没办法再生存下去 到处都是抱怨声 因此 周武王打着替父报仇的旗号 走到哪里都能得到人们的拥戴 武王灭了商朝后建立了周朝 博仪和舒奇听说后伤心极了 很多人劝他们说 现在天下太平 百姓的生活安稳富足 你们也应该走出山里去周朝做官 为百姓做点事儿了 可是 柏仪和舒奇认为自己曾经是商朝的臣子 却拿周朝的俸禄是十分可耻的行为 因此 他们拒绝吃周朝的粮食 于是 他们在首阳山隐居 只吃野菜和野生的果子 有一天 柏仪和舒奇在山中遇到了一个妇女 这个妇女听到他们不肯吃周朝的粮食 觉得很好笑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不吃周朝的粮食 可现在 这山上的一草一木 都是周朝的呀 这妇女只是随口一句玩笑话罢了 谁知 柏仪和舒奇竟然当真了 此后 他们居然连野菜和野果也不吃了 最后 饿死在首阳山中 小朋友们 故事讲完了 你找到答案了吗 舒奇和柏仪不肯做孤主国的国王 是因为他们是董礼仪守孝道的正人君子 金钱 权力都不能改变他们的心智 他们劝说周武王不要征讨商周王 是因为他们要遵循做臣子的礼仪 做臣子的怎么能去征讨自己的国君呢 当商朝灭亡之后 他们不肯归顺周朝 甚至绝食而死 是为了保全自己作为商朝臣子的气节 柏仪舒奇把道德礼仪看作是形式的准则 所有违反礼仪的行为都是可耻的 现实中我们需要遵循的是道德和法律 小朋友们也应该知道 柏仪舒奇固然很好 也有些小小的迂腐 武王征讨商周王有什么不对吗 武王不但为自己的父亲报了仇 也把天下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这是顺应天地 立国立民的好事呀 如果武王也拘泥于臣子的礼仪 那么天下的百姓谁来拯救呢 所以小朋友们要懂得礼仪廉耻 却又不能被他拘束 一定要学会变通呀 见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